今天您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的一個最新的現況 目前我們還是持續在台北看守所 大家也非常關心說 現在柯文哲的狀況怎麼樣 根據我們了解 柯文哲今天剛出場午餐 而且早上他的律師已經來進行律見 大概是在早上8點10分的時候 那這個時間是長達兩個多小時 就在他的律師鄭聲援走出來的時候 也向大家親為的表示說 接下來會有另外兩名律師來進行律見 那在三名律師都結束律見之後 才會對外有一個來一個公開的說法 那讓外界猜測說 是不是要等三名律師都接見之後 才會來正式的來提出抗告呢 不過根據了解 因為這次北索的規定 在下午的2點和3點的分別還有時段 那如果說今天他的另外兩名律師 趕在這個時間結束律見之後 會不會在今天趕快來提起抗告呢 因為在明天就是假日了 那假日的話就沒有辦法再進行律見 所以說今天有可能是柯文哲最快提出抗告的時候 不過這個相關的進程我們都會在現場 持續來為你做了解 另外我們要來了解之後 是這個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呢 在今天也在臉書上呢 PO出一段神秘的數字 那也就是2772 那下方呢其實有非常多網友留言 在猜測這是不是就是這個柯文哲 這一次入肩的編號呢 不過對此北索是不證實喔 因為柯文哲當初似乎是有簽了保密的協議喔 那他們也沒有辦法去透露這個收容人的一個隱私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這個2772到底是不是柯文哲的一個收編的數字呢 目前還沒有辦法做確實的動作 不過呢在早上的時候呢台北市議員王世堅喔 王世堅呢他其實就有在這個受訪的時候表示喔 他今天要來送給這個柯文哲呢 一個神秘的大禮喔 也就是這個起酥蛋糕 意味著就是起酥喔 除了雞壓便當之外呢 他還要送起酥蛋糕 那我們剛剛跟他確認之後呢 他也表示在今天下午的五點半呢 會親自而且一定會來到台北看守所 來送這些餐 來送這個麵包來給他喔 那但是根據這個台北看守所的規定呢 在今天最後的送餐時間是在下午的四點鐘 所以說王世堅到底能不能趕到台北看守所 來將這份大禮來送給柯文哲呢 我們都會持續來為你做掌握 我現在的時間鏡頭交換給朋友